大家好,我是复旦大学2019级计算机科学技术学员的孙涵 已经参加了四期的永平陪伴成长计划 非常高兴能够通过线上视频录制的方式和大家见面 大家好,我是复旦大学19级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刘江瑜 这是我参与管理陪伴成长计划的第五期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理中学习经验 关于理中试卷的做题顺序呢 对我来说一般是先做选择题 然后会去做三道选择题 做完选择题呢,我再会回来做这个大题 然后顺着做下去直到做完 我的顺序其实和孙涵不太一样 我的话就是比较习惯顺着做 我就是从选择题开始 然后做物理,做化学,做生物,最后做选择 这个顺序呢,就是可能用做这个顺序的人比较少 然后对于我来说的话 因为我的强项在物理 所以在这个顺序里 就是我可以在比较多的时间里 在我的强项上拿到更多的分 这也是就是理中得分的核心 关于如何快速提分呢 对我而言,一方面是要做专项训练 就是针对某些知识点进行重复的 或者说全方位的一些复习和训练 另一方面呢,是使用小本来记录一些 考试中或者作题中遇到的溢错点 特别是对于生物选秀部分 需要专门的去整理 然后去做一些类似于填控性质的知识点整理 然后对自己进行自测 通过这样的形式呢 去避免以后再出现 像之前遇到的一些知识点这样错误的情况 至于我的话 我也喜欢按照薄弱的模块来进行精准的复习 其实我们在高三的每一次考试或者测验或者练习 都会暴露我们薄弱的模块 把理中按照科目分成不同的模块 再对这些模块呢进行精准的举计 就通过一定量的集中练习 我们就可以迅速的提分 而且其实在高考中选择题的比例是非常大的 所以每天我在高三的时候的一个习惯 就是每天至少做一套理中的选择题 然后并且把这些选择题里面的错题摘出来 然后反复的做反复的练习 反复的去查找相应的知识点 然后连接到自己薄弱的模块 一般来讲呢物理的牛顿力学 化学的平衡和生物的遗传这些方面 都是在理中里必考 而且战争比例非常大的模块 就大家平时着重突击 这些模块可以确保 就是在考试中 如果可以确保自己 在这些模块里完全不失分的话 那提高成绩也就不在话下了 就我个人而言的话 我自己其实还是比较难做完理中的 因为提量对我来说 我自己做题平时比较慢 所以提量对我来说还是有一点大的 那高三的那么多次考试里 我可能有50%的理中是没有写完过的 那但另外50%呢 我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呢 就是我平时练习的时候 会非常合理的安排好每个模块的时间 比如说我自己规定自己是45分钟 要做完一套选择题 那如果考试的过程中呢 我发现自己做的 就是时间超过了45分钟 后面的题目呢 我可能就会加快速度 并且在难题 就遇到难题的情况下 我舍弃就会做的多一些 那如果我平时做的很 我某一次考试做的很快 30分钟就做完选择题 那我就是后面的题目 我就会更认真的思考一下 然后计算啊什么的 就会更多的验算 反正就是在按照模块来把控自己的时间 然后按照把自己的时间精准的 放在每一个进度条上 这样可以让我们的理宗比较合理 而且比较匀速的把它做完 对于我而言呢 比较相似的也是说 对于每一大块的时间 有一个比例的这个上的调控 对于我呢 我自己呢一般来说我会在40到50分钟左右 去做完这个选择题 然后最后留给化学和生物的必做大题 会有45分钟左右 当我会发现这个题目有时候会比较难的时候呢 我就会通过预留的这个时间 或者说现在时间以及正式 就是给自己预定时间之间的这个比较 然后去确定我哪些题目 我可以先舍弃掉 如果有时间我再回来写 去对题目上有一个分数上有一个舍 就是取舍 这样呢最后我们可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去拿到尽可能多的分数 当然呢如果对这个时间有个合理的把控的话 其实如果你再多练习一些 李宗写完也不是特别难 首先是要认识到什么叫做李宗写不完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就是可能有些同学觉得你还剩10分钟了 然后发现自己还有很多很多的题没写 啊我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写不完了 其实不是的 实际上一门考试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你就应该知道你能不能写完这次考试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及时的调换做题顺序 把平时本来就薄弱 本来就不行的模块就往后放 然后尽快的把自己平时就能会 而且一眼就能看出答案的题往前放 把就是在更短的时间里拿更多的分 此外呢就是有很多题目其实是有一些话术的 比如说物理的大题会涉及到公式上 它其实涉及的公式呢就不会很多 你把你能想到的有关联的公式放上去 如果就是放的足够全的话 最后只会丢失少量的答案分 那也是短时间增高分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在我看来呢 我认识到我的这个时间不够了 一般是在写物理大题 接下来还剩化学和生物大题的时候 这时候呢 我就会把一些需要计算的空先跳过去 要用用于抛弃掉一些分数 然后去针对一些比较简单的 或者题目中有提示的 然后空呢去填写 尽快的拿到一些基础分数 比如说像化学里别的一些操作 比如说就是让你描述一些化学流程图中的 过滤呀蒸发结晶这些操作 或者是生物像考察细胞的基本知识这样的填空 这时候呢我们还把基本的分数先拿到 如果时间充足 我们再回来去找一些难一些的题目去做 然后去追求一些更高的分数 在我看来呢 其实高考的不确定因素非常多 很多东西呢 不是我们能够人为控制的 就像对于我而言 在高考的时候就出现了刚才所提到了 时间不够的这个情况 在我最后准备做化学和生物大题的时候 我发现平常预留给自己的45分钟 在考试中只剩下了30分钟左右 这时候呢就要像我刚才说的 不要慌不要乱 尽可能在在短时间内拿到更多的分数 而这呢也正好了 体现在了我最后高考的分数中 也拿了一个不错的分数 所以说大家在考试之中 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因素 一定要根据具体的情况 然后去判断更好的措施 或者说更好的做题策略 然后尽可能拿到更多的分数 好 那我对大家其实还有一些嘱咐 刚刚我们讲的都是应对理宗考试的一些方法 但实际上呢 现在咱们距离上考场 其实还有不少的时间 我在高中的时候 老师经常讲的一句话 就是高考的题目实际上简单题占比70% 中等题占比20% 难题实际上只有10% 那大家现在其实还可以继续努力 巩固自己的基础知识 提高自己的解题能力 在考试的过程中呢 就要尽量保证 只要我做过的题目 它都是对的 千万呢 就不要犯低级错误 这样一定能拿到理想的成绩的 以梦为马 不负韶华 祝大家在考考中稳定发挥 取得满意的成绩 田坤未定 你我皆是黑马 星光不负赶路人 你一定会闪闪发光的 祝大家高考加油 高考必胜 耶